Dropa 新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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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是因为我对颜色和层次的着迷 让我想成为一个艺术家 Dropa 新冠 超现实主义对我来说是一些现实与我们潜意识之间的幻象或者另一个世界 潜意识是由我们现实去互相影响的 而我觉得其实这两种空间是并存的 在清醒的时候我们就在现实的世界里面 在夜晚睡觉睡眠之中我们是另一种状态 而我的作品也是一直处于那两个空间之间的一个位置 在今次五月花这两幅作品里面 其实这对情侣他们在九龙公园的背景之下 他们无视其他东西 继续在谈恋爱 继续在有言自得的生活 其实这个状态正正就是处于潜意识和现实之间 他们是无视外面这个世界发生什么事 去到九龙公园这个地方是二时的时候 每个星期都会要求父母带我去的一个地方 当成长了之后 是比较少走进去里面 纵使你很多时候每天都会在外面等巴士 当我进去的时候 发现其实跟以前小时候 是改变不大 就好像一个凝固了的空间一样 在里面我找到所随的回忆 和现实的交集的感觉 于是我认为这个空间 给到我有一种超现实的感觉 是很适合他说故事的一个场合 在这个空间处理上 其实我是用了比较多的时间 和深思去放在背景里 如何将这个故事 去建构在这个视图上 在我将背景 这个风景和男女主角 去放置在这个图画上的时候 我是用了由后之前 想不同的层次的方法 去做这个作品的 当中的层次 最少都有六至七个层次 那种颜色的重叠 是交代了空间的时空交错 尤其是我主要作品的背景和故事 都是灵感来自香港这个地方 而每次创作的时候 当你在城市里面游走的时候 你都会加上了一重思考 会想一下你在这个城市和时代里面 其实是担当着一些什么的角色 和有什么故事你想表达 是有什么故事 但你也会在这边 那么这是在这边